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还是延续讲《金刚经》 那么前面都把这个经题 还有《如是偶闻》 还有一时的意涵 都已经解释清楚了 现在再来就是讲 释迦牟尼佛入社会大臣 其实的这一段过程 事实上我们理解 以释迦牟尼佛的成就 跟他受到众人的恭敬来说 他要吃一顿饭 是不需要去骑死的 他只要坐在骑树截 孤独院那个地方来说 他自然就有弟子来 为他准备各种的灾饭 那么佛陀他为什么要去骑死 其实我们都知道佛的一挤一动 种种的一些 他的这个作为来说 也都是在一种说法的一种状态 佛说法他有几种方式 一个就是用嘴巴 这个经常我们可以听到佛说法的一种方式 最普遍的方式 另外呢 也有不用嘴巴了 用意在说法 用意在说法就是最有名的这个公案 就是碾花为孝 把这个不立文字 只由心传至高无上的一个心法 就是传给这个佳舍尊者 由佳舍尊者领法 这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公案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是以身说法 摄身 摄身也能够说法 摄身的这个说法来说 千百年来啊 很少人知道佛陀用摄身说法 这个说法的一个过程 就是从释迦牟尼佛入四位大神托波 这个时候呢 开始用他的摄身来告诉我们佛的四种智慧 这个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说法 佛入四位大神托波 原本呢 为了这一口饭 其实是不需要的 那么他要这么做 他是有他的一个教育的意涵 当佛陀领着一千两百五十个长随众 从他们所住的奇数节 孤独园这个地方出发 一直进入到四位大臣 这个沿路啊 不准说话 这么长的队伍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不能说话 那不能说话 到底又在做什么 这个是佛在告诉我们 当这些跟随在后面的比丘没有说话 他们就要去观察 社会大臣的种种的一些现象 生老病死 还有各种你能够觉察得到这些现象 来作为你学佛的一个参考 来启发你的决心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 我们虽然没有到社会大臣起始 但是你们一路从花莲 从台北过来这个地方 你们一样也是可以去观察 去觉受一路上的种种的情状 来启发我们的决心 启发我们的智慧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就是佛的四种智慧里面的所谓的妙观察制 这个妙观察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一般人来说每天日常所见 其实都没有达到所谓的妙观察制 比如在街上逛街 看着百货公司有没有打折 对不对 哪个店铺也要出清除厚 像现在这个病毒四孽 出清除厚的一堆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处可解 这个还是堕在一个贪嗔痴脈 这个五毒里面 一种贪的这个境界 妙观察制不是这样观察 而是把我们平时对佛法的认知所学的 怎么样的来应用在对人世间的观察 这个呢 没有办法细说了 这个就是看各位的一个内涵 你有多少的内涵 你才能够看到多少的东西 好像你懂的这个鸟 你现在听到这个鸟叫 你知道这什么鸟吗 知不知道 这个叫什么鸟 晓不晓得 不知道 那就是因为你对鸟不懂 是不是 也就是没有这个内涵 听到声音了你也不知道 这个也许是告诉你这里有黄金 赶快来这边拿 是不是 你也听不懂 你要能够懂 你要能够懂世间的一些道理的话 你要有内涵 你才能够听得懂 才能看得懂 就好像你懂植物的人 你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各种不一样的花草树木 对不对 你要不懂植物 你再怎么看 都是绿绿一片 那你又能看到什么 这个里面是有学问 好像你去爬山 从山脚到山顶 这个树木的这个林象 它是不一样 这个树为什么适合这边找 适合那边找 由低海拔到中海拔到高海拔 树木的林象的变化 这个都是有学问 这个学问的得来 是你心里面你要有一个基础 你再到实际去看 你才看得懂 否则没有办法 就好像对佛法一样 你要有一个基础 不然你说一下子听金刚经 这个是听不来的 是不是越听越无趣 好像一首催眠曲 听听听就睡着了 你要是懂得佛法 然后又读过金刚经 以前读 不晓得说佛陀入四位大臣 其实原来还有这么多名堂 你听了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把佛陀入四位大臣 其实这件事情 把它给活化 把它给深入化 你就知道 入四位大臣 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单纯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在体会 在观察这个生命的现象 这个叫什么 妙观察词 这是佛首先要告诉我们的妙观察词 假如这一群人入四位大臣 一路上吵吵闹闹 交头接耳 一下子这个回过头来说两声 一下子那个人操拳 在他耳朵边也说两声 或者一路上在滑手机 哪来妙观察词啊 我们现在的人妙观察词 都是用在手机上 在观察手机的那个变化 这个是启发不了我们的觉性 启发不了我们的智慧 你要启发相对的 还要肚子里要有祸 才能够相应 这是第一个 释迦牟尼佛 利用入四位大臣起始的时候 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这个妙观察词 这件事情 那么进城以后 次第奇异 次第就是要连续三家不能跳 你第一家起始以后 就要第二家接着第三家 起不到三家都不给你 你那个波就要收起来了 今天中午你就没得吃了 你不能说没有起到有 或者还跟你说 拜托啊你第三家了 你给我吧 不然我就挨饿了 话也不能讲 不能这样子 你就是公公正正的 站在施主家的前面 看人家给不给你 给你多少你就吃得少 给你什么就吃什么 你也不能说吃素 抱歉我还要这个有机的 你这个好像不是有机的不要 不能讲 给你什么就吃什么 甚至脏的臭的烂的 你都要拿回去吃 这个是有的施主 故意要撤你的功夫 故意给你不洁的东西 这个也是有的 你也不能闲 你也不能说饭这么多 菜那么少 用手笔画笔画 不行 什么都不行 拿了以后就要公公正正的 感谢施主 四地其矣 这个是训练 这些修行人啊 平等性质 这是佛的这个 四字之一 平等性质 没有分别心 你的内心 要怎么样的 让它安住 在平等性上 这个就是修行 让你没有分别心 这个就是修行 就是平等性质的一个修行 就是让你不起分别 我们一般人都会分别心 有时候在论到这个婚嫁的时候 或者在真婚的时候 要问对方 有几套房 有几部车 车子是卡迪拉克的 还是中华翼龙的 或者是Motor Cycle 这个要弄清楚啊 现在网络上 中国大陆拍很多这种影片 两个人在相亲 你的问他说 你有工作吗 他说有 每个月收入多少 他说三千 你的转身站起来就走开 那个男的在后面补充一句 是美金 那个你的赚了一千 又赶快坐下来 说你看我这个衣服好看吗 故意这样讲 那个是很现实的 这种分别心来说 普遍的在社会上很重 看高看低 同学会 大家同学聚会 一看穿着差一点的 就羞辱他 说啊 穿得那么差 混得那么差 怎么还敢来同学会 却不晓得那个穿得差的这个 是某某大集团的董事长 这是中国的剧就是这样的 大集团的董事长 而那些同学呢 董事长的老公 就是这个集团里面的经理 或者是供应商 那么修入了这个董事长以后 这个董事长 后来把他的秘书叫过来 总经理叫过来 就把他们的那些职位都取消了 把供应商也把它取消了 害得他们赶快到线急得跳脚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网络 普遍在演的一个戏 这个也反映了一个人性的一个 对金钱生活明文立养的一个分别 这个事情啊 其实在社会上是普遍是存在的 但是你学佛的人不能有如是的一个分别性 其实这个分别性是值基于五毒的一个作祟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法生灰命 直接受害的是我们自己 不能看高看低啊 人也好 其他众生也好 其实呢 都是未来佛 都有佛的一个本质 有他的佛性 这是释迦摩尼佛开悟的时候就说了 他说啊 其在其在啊 众生都有如来得恨啊 只是妄想执着而已 众生就是因为妄想执着 所以呢 把自己的佛性啊 给盖住 就不能开显 所以我们学佛主要的就是要开显这个佛性 怎么开显 就是把贪生吃卖于这个五毒去掉你就开显了 这个也是文书施利菩萨特别开示说众生跟佛的境界有什么不同 文书施利菩萨就说众生跟佛的一个境界的不同 就是因为佛了知贪生吃是虚幻不争 而众生呢 迷失在贪生吃里面 就是任贼作妇啊 任假为真啊 就差这么一点点 我们众生跟佛来说 就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佛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他有平等性质 平等心 他没有公别心 那这一点来说 就是众生做不到 也是众生要学习的 所以在四位大臣脱波的时候 他就用赤地接着三家祈祷 你不能跳 培养他的这些弟子呢 能够有一个平等性的一个接受 能够升起 我们人也一样 学佛的人 你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修行平等性的一个方法跟机会 平等 当你对任意众生 任何一个人起了分别心的时候 就要告诉自己 你的这个平等性质 已经受到干扰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共业当中 要别业解脱 特别是我们在台湾 因为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 你就必须要别业解脱 自己好好学 你对众生起平等性的时候 众生都悉知悉见 你就不会受这种不好的国报 再来 我领着这些弟子 这样子一路上默默的在庙观察 然后呢 哀家 连着三家 这样突破的 这样子 其实每天早上这样子 有时候刮风下雨 有时候各种天气是不一样的 印度的那个地啊 都是泥泥地 不是像现在 有这个柏油路 有柏油路 你夏天更惨 会烫脚 他们都没穿鞋子 刺着脚 这样子 这么辛苦 难道不能叫信徒送灾犯来吗 可以 但是不这么做 那个就是要 这些出家人 能够亲力亲为 能够去脱钵 来求取一餐之食 那个叫做 成所做志 承办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自己去乞讨 成所做志 这个告诉我们 佛陀跟我们讲 这个佛法的一个成就 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修的 佛有四个不能 一个就是什么 智慧不能赐 智慧 佛不能给你 因果呢 不能变 做什么因得什么果 佛也不能改变 无缘不能度 没有缘也是不能度 还有一个神通也不能给的 佛的四个不能 都要什么 要自己去修 这个就是什么 成所做志 承办你所做的这个智慧 就好像有的人在持座自己不念放录音机 还常常有人这样问我 说佛陀放录音机可不可以 我都说可以 以后录音机成佛了你还没成 因为你没有念 以后你们家有一天就看到录音机就成佛了 就笨笨的 会再问 那请问能不能借录音机真的会成佛吗 我说我还没看过 那也有人说 那什么做 佛领执生做一天二十一遍 我念三遍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他说没空的话念一遍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我说都可以 不念也可以 那你自己想想看 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当然可以嘛 你不念也可以啊 你不念也可以啊 念三遍二十一遍 一百遍都可以 最后我还告诉他 下地狱也可以 这个成所做志 他告诉我们的 你这些事情都要你自己去脱播 脱播以后自己去吃 跟众生去结缘 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脱播 这个也是什么 成所做志的一种 那你们看看佛长得什么样 佛有三十二像八十种好啊 给众生看看 众生看了以后 众生呢 见了佛了 见了佛了以后 他容易成就 所以这个是佛 要令众生都能够见到佛 然后呢引入学佛的一个道路 启发他们的智慧 所以佛呢才特别献身 就是说挨家挨户 跟他们去结缘 也告诉大家 修行呢是要自己来的 承办这些事情 要自己来 这没有谁可以代替 所以有的人说 要替他妈妈念 替他爸爸念 替他谁念 可不可以 可以 我说 只是没什么用而已 他说功德回向给他 我说那是一个注言 并不是说 你这样子功德回向给他 就有多大的用 你自己念的人 有时候不用心或什么的 心不转不敢 都还不见得什么用 你还回向给人家 就好像说 我们自己 有得到人家的回向吗 是不是 那么多佛教徒 每天都回向给众生 我们也是众生之一 你谁有得过人家的回向 有没有 你从这方面 你就知道这个回向 是一个发心 叫做什么 菩萨发心 因为你在持做修法 你懂得回向给众生 一直保持着这个发心 这个叫菩萨发心 等到哪一天你成菩萨了 不要忘记你的初发心 一样的再去利益众生 一直到成佛了 还在利益众生 所以回向 这是一个菩萨发心的开始 让你明白 就是说不要只为自己 而且成所做自所告诉我们的 就是一定要亲力亲为 你自己不好好修的话 你别想有什么成就 我常常举这个少林寺 在练武功的例子 你就知道 这个练武功 并不是说 你心里想练武功 但是没有去练 你会有武功吗 你练武功是不是要 然后起早睡晚的 每天一直练 一直练 打一套拳 打个五六千遍 一直练 很辛苦 练到滚瓜烂熟 练到气力充满 你才有办法打赢人家 是不是 成所做自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你要练都不练 就拼一个嘴巴 我们现在靠嘴巴的很多 很多没有修 就靠一个嘴巴 嘴巴讲很多道理 佛法的道理 佛经也道背如流 心经可以倒着背 但是又有何用 没有用 我说念心经 每念一句 就要说我做不到 对不对 念到最后一句说 以上所念统统做不到 每次念心经都要这么念 这是我们普陀讲堂的教学 就是这样子 念心经的方法 那为什么要这么念 你真的做不到 你就说做不到 你做得到你就说 这一句我做到行 这个就是成所做自 你要亲自要什么 要下场子要念 我的弟子 他就从我上课的这个里面 不断的听 也不断的跟人家讲 也发表在脸书上 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维系的地方 还是没道理 只是他不懂而已 他不曉得 我也不跟他讲 因为他这个是限满限卖 光说不练 没有去修 只是怎么样 有那个聪明智慧 就在这些道理上面 转来转去 这样而已啊 这个就是佛所说的 这个就是佛所说的 说食不饱 嘴巴讲吃 是不会饱 这个很重要 你绝对不能说 嘴巴说吃吃吃吃 没有真的吃 你会饱吗 不可能嘛 你很会说 说很多的料理 没有煮出来吃 还是不会饱 所以他就是在佛法上卖弄 他不曉得这样子卖弄 对他也是有损的 第一个 他讲的不究竟 讲的不明白 讲的不对他都不知道 很多地方是错误的 错得一塌糊涂 你没有下场的修 夜障就会把你遮盖 不会说 这样就让你开悟了 以后就成佛了 可能吗 你不要讲成佛 你要成个菩萨 并不是靠你嘴巴说出来的菩萨 不是啊 所有菩萨都是做出来的 你利益了多少众生 你怎么样利益众生 有没有真心慈悲的利益众生 再配合你所认识的佛法 加种起来才算是一个菩萨 你利益众生都不做 嘴巴说利益众生 这样子你会启发你的智慧吗 你会启发你本具的决性吗 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成所作制里面的这个成啊 成伴所做的事啊 没有做 所以呢 不会成就 好像你一个人 要参加举重比赛 你可以天天做梦 在梦里梦到自己得到冠军 白天呢 睡大觉 都没有去练 可能吗 你可以得到举重比赛冠军吗 做梦 你是不是要练得实际活来 而且还不一定得到冠军 学佛虽然不是比赛 但是学佛是要 启发你的本质具足的佛性 这个呢更需要用真本事 不然你摩考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完全是要凭实力 所以佛陀他就亲自下场到四位大臣 带领着这些众弟子去化眼 起死 就是告诉你们 我都下场了 我都来起死了 你们呢 你们这些没有成佛的 是不是也该陪我老人家来起死呢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佛陀的一个教育 就是一个亲力亲为 成所作之 而且也只有你亲力亲为 才能够成就你佛的四字之一 这个成所作之 然后呢 其实回来以后 带着这个满满的食物 回到奇数集孤独园 在那边吃饭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所谓的大圆镜子 什么叫大圆镜子 就是大圆满了 还有一个 跟镜子一样 刚刚的那一段 就抹去了 就抹去了 就没有了 有物体在镜子前面 镜子会现出那个影像 没有物体了 镜子也就没有影像 所以刚刚从出发 他一直到骑时回来 骑到好的 你也别高兴 在那边还在高兴 然后呢 又有人比较有福报了 还得到那些信徒的共要 金钱的共要 其他的共要 也很高兴 所以佛陀那个时代 就禁止 这些弟子身上有金钱 所以有持这个戒 但是总是很高兴 没有拿还是很高兴 因为受到人家的尊重 这些念头啊 千奇百怪的种种的念头 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有一千两百五十个念头 每一个人都要断掉 这个叫什么 大圆尽智 而且在那个地方 大家吃饭 也让司祖得到供养的这个功德 那么彼此都圆满 这个也叫大圆尽智 得到这种圆满的一个智慧 智慧的一个开放跟取得 是要修行的人 跟这些信徒是要一致 都要有 这个才叫什么 大圆尽智 假如是只有你这些佛的弟子 得到大圆尽智 那就不算 要让司祖也得到 所以当你在吃饭 那个时候就要做这种感恩 做这种怎么样把功德 再给这些司祖 以后怎么样来度化他们 成佛成就 这个就是他们一边吃饭 一边要思维的 而且要花下这个宏愿 那么以后呢 就是照这个愿力去达成 这个才叫什么 大圆尽智 圆满 大家都好 大家都成佛 这个才叫什么 大圆尽智 所以你敢去乞讨突破 那么你也就要敢 怎么样去报答这些信众 这是一定的 互相的 没有说敢拿 但是不敢给 那你这个算什么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到场 敢拿 拿一堆 拿很多的 有大圆尽智吗 有大圆尽吗 你们想想看 他们拿什么给信徒 能够说令信徒圆满 像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至少一百金箱在收 对不对 大家参加的人 都有这个福报 并不是说 某一个人出这个箱 某一个人得 不是 这个是有方法 让各位都能够得到这个福报 今天所利益的众生 大家都一样可以有这个福报 这个众生来多少 那么有多大的功德 每一个人都一样 不是除以我们现场的几十个人 不是用除的 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大 只要你的发心是正确的 是虔诚的 那么都一样大 这个才叫厉害 要分上师的功德也一样 跟上师功德是一样大 不是你来一个除以二 来四个除以四 不是 可以一样大 就看你懂不懂得这个发心 只要发心正确的话 功德都是一样大 所以这个才叫做大圆禁制 佛是用四身 入四位大神奇词 然后来告诉大家 佛的这个四字的功德 到底是什么 而且不用嘴巴说 只是用脱波的一个过程 就已经让我们可以领会到这个佛的四者 这个也是两千六百年来 没有人懂的 没有人知道佛是用色身在说法 所以我们学佛也一定要有决心 你才能够知道说佛要说的是什么 佛最不喜欢的是一文解义 佛说一文解义三世佛愿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的佛都会愿你胡说八道 什么叫一文解义 就好像说金刚经里面讲佛入四位大神奇识 那么就一文解义佛就是佛 入四位大神就入四位大神 那一次祈祷就是一次祈祷 就这样就回来吃饭就是吃饭 然后呼作而作就开始要讲金刚经 你要这样解释的话 那个叫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会愿你胡说八道 哪里是这个意思 佛他心里讲我就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把他讲成那样 他是用色身在说法 所以2600年来我们今天把这个答案给揭开了 过去在注解金刚经的人 从来没有人会想到佛是用色身在说的 而且是说他自己的四种智慧 所以大家有空也要思维思维 想想佛的四字怎么来的 这个对各位的觉佛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要把他给融会贯通了以后 对于你修法日常的生活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就讲到这边 关心不散 关心不散